实际上像经济学院这种文章有点深度的 它的价值就在这里 所以值得就是进行这个深度的研读 第一篇文章呢 我就从这个三重冲击 拖累中国经济增长这篇文章开始吧 这个是11月4号发出来的 顺序就是我先就是领读一遍了 然后就大家谈一下各自的就是赶讲 那么 主题就是从高峰到低谷三重经济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煤团短缺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建设放缓 影响层层叠加 讲这个中国经济受了三重冲击 首先它是从煤 由于煤的这个不够造成了停电限电 近日还有疫情以及地产整体是经济放缓4.9% 那么这篇文章在能源紧张的原因上 讲了两方面 一个是经济性偶发性的这个原因 洪灾导致煤矿关闭 还有内蒙古反腐调查 是一些煤矿可能没办法生产 陕西的全运会是一些煤矿可能也关闭了 尤其是安监部审查煤厂 这一些也成为结构性我发性的因素来导致了这个能源紧张 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从主观上来说 煤炭未来不希望作为一个可依赖的能源 所以说从政策层面就不批新的煤矿 由于这个短期的原因的发电厂停机 这些煤炭中和因素 这都是深层次的这种因素 那从疫情的经济上来影响了 就主要提了就是局部疫情爆发南京封城 然后导致了零售业受了遏制 航空公司的运力也减半了 房地产的冲击主要是讲恒大危机 其他有的房地产这个其他因素 主要是中国政府的一个三条红线 为了遏制这种投机性的房产 它限制这个贷款 中国的这些房地产商都是严重依靠贷款的 那么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就是下跌下降 9月份新开注则减了13.5% 导致这种原材料供应的水泥也降了13% 钢产量降了14.8% 就是未来来说 这些在政府层面可以管控的一些方面 你像恒大房地产这一块 政府实际上现在有一些信息 已经表示出来是要解救恒大的 煤炭这一块 像政府罚改委也开始出手了 开始干预这个门家 市场上也有反应 电厂一些收购措施也都出来了 这些松绑下入这些措施 就整体这个文章的实际上是 对当前的这种三大冲击因素 实际上也有一个深度的分析 就是我整理的这个 微导图发出的这个结构 那下面呢 我想请我们的嘉宾呢 就发表一下看法 我们就按这个接龙的顺序吧 首先 黄总 黄总您怎么看 这样上口中 因为刚好在医院里面 好的我先说吧 其实这个文章分析的这个三个方面 有些是短期的 有些是长期的 有些其实问题在解决中了 比较乐观的 比如说这个 就说这个煤炭的问题 煤炭问题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到目前的最新的数据 动力煤的价格已经下跌了55%了 从1000 我这看的行情 1980现在跌到880了 所以说而且远期的已经 远期的动力煤已经跌到700多 远期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位了 刚刚煤炭价格就位了 而且从产量来讲 也是历史最高产量 煤炭产量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以为 深层的原因是碳排放 据了解各个地方政府都有 控制碳排放的指标 因为控制碳排放 所以采取了很多措施 当然有一些局部利益 个人这个省的个人利益 在限制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煤炭控制开采 煤炭电厂控制扩大 都希望用别的能源 那事实上别的能源也有问题 就是中国一些部门问题吧 比如说据我了解 有些碳压能电厂 那个电上不了网 电厂建了 电卖不出去 所以中国因为这个电王那一块 也是一个垄断行业 那你有电厂 你不卖给他卖给谁 你也不能卖 就说在西部 建了很多的太阳能电弹 但是电上不了网 即使上了网也打的不了 一个业能人是说 目前中国GDP 每年增加的比例7% 比如说 能源相应的也要增加7% 最简单 就光这个增量 新能量都解决不了 就不用说是说这个 这个原来的产电的份额 被新能源来取代 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有一点碳排放这个问题 有点激进 有点运动似 实际上煤想的不够 我们现在下期说看一步走三步 其实他们看了一步走了一步二步而已 实际上带来的形成影响非常多 接下来就是煤炭行业保持产能稳定 都做不到 为什么您新能源增加的那一部分 它不够增量 增量都不够用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会长期存在 大家以为这个还要进口煤炭 中国不能煤炭产量不足 还要进口吧 所以大家都说这是限制进口的结果 所以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 但是目前电厂的煤炭存量只有7天 你觉得解决了吗 根本就没解决了 那如果是煤炭保持高产能 那炭盘化怎么办 可能那都是矛盾 所以最近你看很多消息也很有意思了 说加紧太阳能电站风能上网 那以前就说没上网 往这表示 对不对 现在赶快上网 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我以为中国能源解决的根本 根本的方法就是核电了 所以核电站我以为会加紧建设 这个能源问题 其实就这个减 没有别的减 这些都是一个现象 另外因为运动师的做法 所以目前是压紧开房 我以为没看价格 应该还会有一点点反差 我就先就这个问题 分享这一点点 等一下 好 非常感谢双总的精彩分享 而且很长细的一些舒适 还有哪位嘉宾要分享的 嗯 好了 ok 那这样我先分享一下好了 其实针对煤炭这个东西有没有 我个人就长期在观察 有没有 事实上 因为现在国际上大部分都是以 开始以所谓的电力车之类的为主 好那现阶段下一个确切的原因 我看煤炭因为它是属于受限制的 再怎么挖总是有挖完的一刻 所以迫切的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都不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能源 可是新的能源你要能够拿来永续使用 而且又不会有匮乏的这种状况的话 好像看来看去 真的就是像上总刚刚说的核能 或者是另外一种 可以由我们的人工人为去做核成 所达到了类似 之前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现在都找到一些所谓的类似 储存体的介质 有两种 目前能够可再生的能源 可能就只有锋利 或者是日照太阳能 再来是核能 但是核能事实上 这是一个所谓人工合成的 真正永续发展 还真的是需要说 如果说能够发展在太阳能 或者是在锋利这方面 因为这是属于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会有的 都可以找得到的一个所谓替代性的能源 那其实现阶段来讲 因为整体有没有 看目前这些所谓的太排放 然后造成现阶段又有所谓的气候 剧烈变化的问题 那你气候剧烈变化 针对电的使用上 通常又会更加增加 有的地方很热 有的地方很冷 所以说大部分对电力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是在这边想这些东西有没有 可能在未来可能又会再有另外一个发展一个所谓的新的再生能源 这部分可能是这是最可能是在慢慢慢慢从现阶段开始有没有 未来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个人的前进在这里 感谢 感谢 感谢黄总的分享 实际上我们嘉宾在这个 煤炭这块我们挖的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说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说未来其他的能源有何能 或者信心名言更有效的来期待这个 那好 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篇文章就分享到这里